发声说法 发声说不说法 通常一般讲 发声不说法 在弦教里面讲 发声无数 暴话又说 这是大臣教上常讲的 你看我们共佛 我们共三尊 当中共的这个佛像代表发声 发声不说法 脸边的菩萨 菩萨说法 菩萨一定是两尊 一个代表解 一个代表心 你看这个菩萨摆的这个座位 摆在哪一边 你看华严经 我们的后面的华严三尊 观世音菩萨 在右面 这个这个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在左面 中国人 中国人是这个时候 右面是大 他从右到左 文书 文书菩萨 在右面 我们的面对面 我们的右手 不是他 不是 如果是佛像里面的 那他在左面 代表 代表 戒 戒门 文书代表戒门 普贤代表行门 那华严宗是 先戒 后贤 那净途 法门 这个右面 这右面 观世音菩萨 左面是大世智菩萨 代表什么 观世音菩萨代表行门 大世智菩萨代表戒门 净途宗是 先行后戒 你看这个摆的时候 你就晓得 他这两门 重视哪一门 佛不说法了 佛代表离体 法身离体 菩萨说法 通途说的 法身说法呢 密宗常数 可是天台加了 也说 法身说法 能讲得通 法身是万法 一切万法 万法的 表法就是说法了 说法有对象的 心有所感 你看到一些自然现象 看到月亮光 在湖边上 静坐的时候 看到湖光 山色 有人居然就开悟了 那是不是 有感应 有感应 触动你内心深处的 这个情感 所以他说法了 他怎么不说法呢 没有一法 不在说法 华音经里面 山菜通子 五十三菜 你看到妙处 法报应 通通在说法 树木花草 在说法 山火大地 在说法 自然现象 在说法 问题就是你 你有没有听到 你有没有看到 你要看到 那个法叫妙法 妙不可言 真的受用